哇这个真紧啊这个 要有你在这个公司没有礼担 我觉得也无所谓 那当然 有点厉害这个 有点不想走了 哈哈哈哈 哇好开心啊 今天要和彭博一起录节目了 我能起来了吗 哈哈哈哈 那我我投杨丽 杨丽了就杨丽 哈哈哈哈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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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下了 哎呀 咋了泡沫 不合你胃口啊 也不是 就一会儿要录制了 确实没什么胃口 可能是压力大 拿个东西解解压吧 哎 这可以啊 哎呀 你别说啊 果然解压啊 哎 你都挤了 我拿什么打包啊 你要想挤 你挤这个吧 海天蚝油挤挤皮 想怎么挤怎么挤 既能解压 又能轻松做出美味 哎呀 真是好东西啊 哎呀 你别说啊 真的很香 哎呀 也有食欲了 哎呀 这个面 啊 我的面 你怎么吃上了 我帮你解决那么大一问题 还不能吃口面了 不 我别别别别的别的慌 有些只望心里藏 我别别别的别的慌 有话不说心了要 别别别别的别的慌 观众都已经进场 讲吧讲吧 将在与光更重要 这一场这打都软肋上了健康 哎呀健康主题 可算早对谁了 可算早对谁了 对啊 就我俩最健康 哈哈哈 健康 我觉得咱都应该去提个减 对 我们今天这个舞台有一些 后该出现的东西 嗯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 你看就知道了 哦哦哦哦哦 各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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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欢迎来到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拨口秀专场 增长演出 由轻轻松松 宇宙最强 编曲不策划 我们的眼中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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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耶 健康 耶 欢迎来到 轻轻松松宇宙最强 健身直播间 有请效果健康大使 庞博 大家好 我是庞博 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怎么办 拨口秀专场的录制现场 今天是健康专场 众所周知 我们公司呢 在李诞的带领下 一直给大众的印象都是 四体不勤 是吧 体弱多病 命不久矣 今天呢 要趁着这个健康专场的机会 我作为公司 为数不多的健康人类呢 要带领大家一起 做一点健康的事情 有请我的朋友们 效果文化 健康宝贝 好快啊 教授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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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不上啊 大哥 很简单啊 你这个节奏 就是杰伦来了亲自唱 我也跟不上啊 这有什么 是谁在叫我 啥 我要看看是谁这么拽 杰伦来了都不要跳 你干啥呢 我觉得你们刚刚跳的都不对 哪不对 应该听我的 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 什么 听医生的话 就像我那首歌曲一样 听医生的话 别让他受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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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时间跑掉了 这些支持杰伦新专辑 有请你答案 欢迎你来到有海天好友独家冠军播出的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大家好 刚刚这个非常拙劣的开场 就是为了引出我们本场的主题 听医生的话 现在呢 现在呢 很多人一边担心自己的身体 一边又不愿意去面对 甚至不敢去体检 怕知道 不敢看医生 还是要看的 今天呢我们就把很多医生请到了现场 大家要多珍惜 这种看完医生还能笑的机会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印象里 医务工作者一般是不开玩笑的 那是你们碰到的医务工作者 我去体检 这些医生朋友呢 开始也是很严肃的 到最后终于要说那几句固定的叮嘱的时候 他就有点破功了 很难不笑场 他就说李大 你以后你就少熬夜 别喝酒 最后还要补一句 我是医生 这种话呢 我本来是不应该说的 但是人啊 开开心心的也挺好 胃肠镜你们做过吗 没有 真年轻啊 做做吧 该做还是要做做 反正我这种确实喝酒喝的点多 就是做那个肠胃镜 一年做一次 没做过呀 那我怎么给你们形容呢 就是上面有一根管子 和下面有一根管子 你就把你给接通了 你知道吗 就穿个开装裤 就把你推到一个那个小屋里 然后要全马 什么隐私都没有 你就躺在那 一屋子 五六个女护士 不是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 他是要吸那个 麻醉剂 把你吸吸吸 昏过去吧 吸几口就昏过去了 一开始他们都很很专业的 或是我觉得就很羞涩啊 穿开装裤躺在那 我昏倒之前 听到了最后一句话 李大 我们都很喜欢你 经过我这些求医问药的经验呢 我就发现很多医护人员很幽默 他们一句开玩笑挺逗的 所以呢秉持着 每一个医务工作者 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的精神 今天就请来个几位 首先是心血管专家 崔松老师 欢迎崔老师啊 他也是一个科普达人 下一位嘉宾呢 是钱庄 听名字就知道 这是一个能看得起病的人啊 钱庄老师呢 也是一个知名的心理学平台的创始人 一个专注于他人心理健康的专家 一个心理专家 叫钱庄 难以想象他经历了怎么物质的一个原生家庭啊 最后是中宁医生 拥有二十年临床重症就职经验 简单来讲呢 就是你啊 小病小子儿 你都不配见到中医生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在医院见到他 在我们这看一看就得了 同样 我们每期也会请来几位跟行业相关的嘉宾 第一位呢 毛不易 我们当时策划健康专场啊 就想 娱乐圈给请了一个有专业背景的嘉宾 最起码得会扎个针什么的吧 最终 我们把范围缩小到了 毛不易和容嬷嘛 哎 真正有从业经验的 是毛嬷 不是磨嬷 一个在医疗行业浅尘质 直男而退的实习护士 欢迎毛不易 这两年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社区工作者啊 为了大家的健康忙前忙后 呃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二位嘉宾 贾乃亮 亮哥之前的抗议剧在一起里 饰演了一位社区工作人员 为了了解角色深入社区 不仅体验了社区工作者的生活 呃 还给真正的社区工作者平添了很多工作 呃 也不白体验啊不白体验 演得非常好 掌声欢迎贾乃亮 我们马上第一位要上场的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陈鲁 啊 陈哥呢 当上领导以后 酒局确实太多 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但是他的下属们呢 诶 身体越来越好 为了跟他一起喝酒 都加强了身体锻炼 陈哥很问的 陈哥说 诶你们这是为了扛酒吗 不是陈哥 为了扛你啊 让我们 有请效果文化的健康大使 陈鲁 大家好我是陈鲁 开心开心我啊 我的下属越来越厉害了啊 我们都有杰伦了啊 太厉害了 它是我们最伟大的作品啊 这个 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公司的一些歌哈 这个刚发的 谢谢哲伦新章姐 很开心啊今天 因为今天是健康专场嘛 我们请来了这么多的医生 哇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给李诞做专家会诊 他们就是来讲脱口秀的啊 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有一天医生会拿着脱口秀的稿子问我 说领导 我的稿子还有旧吗 我说我尽力了 你想讲点啥就讲点啥了 这个我当了领导之后 身体确实是越来越差了 最近我呼吸都有点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呼出来了气 老是有酒气 我的司机送我回家都对我说 你不要讲话 前面有交警啊 我怕被查出酒驾 我说我 其实我又不傻 是我喝酒 他怎么可能会被查出酒驾 对吧 他就是不想听领导讲话 这个公司呢 为了我们的健康 还给我们安排了体检 这个我现在的健康格言就是 坚持体检 坚持喝酒 有一次医生酒气就去体检了 这个还跟医生说 你剪 你给我剪 我没事 检查结果一出来 不仅肝有点问题 胆还有点肥 医生说 我现在跟你一样头有点大 头大 这个公司每年安排体检呢 其实很多唾语演员 都爱跟我一块去 主要是想约我的大头一块去 他们太喜欢拿我的大头开玩笑了 真的 庞博说 诚哥这个身高 幸亏有这个大头 要不然不得一米三了 这个比例两头身大帅哥 作合词共振 李诞很贱 文医生说 乘禄的头卡住了 是保机器还是保大头 过分 这个建国呢 还刻意拿了个尺子 过来量我的头围 拿了尺子在我头上绕啊绕啊绕啊 边两边说 哎呀这个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太过分了啊 这个 当然我们公司的身体都很好 这个我们公司还组织了专门打疫苗 前一阵 就一般人打疫苗都会问医生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对吧 我们公司的人都是问医生 打完疫苗多久可以喝酒啊 医生说七天 我们啊七天 能不能少一点 你想多久 三天行不行啊 人家隔壁都是两天啊 三天我就在你这打 不打我走了 我真走了 你这里打得好的话 第二针还在你这里打 医生说好好好 看在你诚心打的份上 三天给你一针 不要告诉别人啊 那个开玩笑了 医生不会这么说的 大家还是真的要少喝酒啊 按规定打疫苗啊 话说回来了 其实不到万不得已 大家都不想去医院是吧 上次我陪我爸去医院 医生问出什么问题了 我说我得给我爸做个CT 我爸吃鸡爪 把这个骨头卡嗓子里了 医生说做CT要600块 我爸说啊这么贵 医生说嫌贵 以后就买五骨鸡爪啊 我是多么孝顺的人是吧 我说爸不贵 以后咱就吃有骨鸡爪 卡住了咱还来 非常孝顺啊 当然了 最后呢我非常感谢我们 所有的医生啊护士啊 包括社区的很多工作人员 我们在上海搞过一次 医务工作人员专场 给他们送去了一些快乐 当时钟鸣医生就去看了 看完之后跟我们说 演得太好了 以后少演 少聚集 反正我已经看完了 几个月过去了啊 想不到他不仅看完了 还学会了 你看今天都来给我们演出了 原来呢我们觉得透口秀演员 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 带来一些快乐啊 作为我们的回报嘛 这个现在他们都已经 会自己制造快乐了是吧 医生太伟大了 我们太没用了 不多说了 我要去学医了 谢谢大家 我是程璐 谢谢 谢谢程璐 想不到哈 大头的梗 这么好用 用两年了 能做到这样 一朝鲜吃遍天的 除了程哥 也就只有 百天好友了 不管是炒菜 火锅烧烤 加一点就好些 好些 接下来要上场的毛不易 毛毛 正经接受过医疗教育 也做过实习护士 很多网友问 为什么毛不易 写歌词 这么一针见血 我可以回答 这是静脉注射的 基本操作流程 一针不见血呢 说明没有扎到管 可见毛毛这个护士啊 没有白当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治愈系歌手 毛不易 谢谢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今天很开心来到咱们这个专场 因为我大学学的就是护理专业 实习的时候呢 也当过几个月的护士 为了这个行业的良好发展 不给医疗行业添麻烦 我转头就去当了歌手 可以说我国医疗行业的蒸蒸日上 离不开我的离开 作为一个医学生 我还是掌握了一些基本功 尤其是护士的三茶七对 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三茶是操作前茶 操作中茶 操作后茶 七对是对床号 对姓名 对药名 对不起 剩下的有点记不清呢 我当时学习的这个专业是被调剂的 我们专业一共就三个男生 后来还转走了一个 男护士确实很多时候会受到一些歧视 有一次我在商场跟人聊天 说到我是学护士的 对方说男生怎么能当护士呢 我说男生当护士怎么了 你不还给人做没家了吗 他说 那有本事你别做呀 其实我觉得职业是不分男女的 只要你愿意 男的也可以当保洁阿姨 女的也可以当看门大爷 男护士也是有优势的 就是相对来说力气会大一些 比如我在当那个实习护士的时候 最常干的事就是帮别人搬东西 还有一次我们科室的护士 给一个男生打针 给人打疼了 人家很生气 都是我来制服 安抚的 我当实习护士的时候 遇到过一些 总是不太相信我们的病人 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医院说自己 五天前吃河豚中毒了 我说河豚毒素很强 如果是中毒的话 一般四到六个小时就不行了 他说那我岂不是医学的奇迹了 我说你相信我 你就是没中毒 他还是不信 我说你实在不信的话 你就去做一个全套检查 一共五千八 他说那我肯定是没中毒 我当实习护士的时候去过很多科室 印象比较深的叫做新生科 那个是心理障碍的病人调养的地方 我有一项工作就是每天带着他们跳舞琴戏 我跳的特别好 帮助了很多的病人 大家都知道是画佗创的舞琴戏 所以病人康复之后送给我一面锦旗 舞琴在世 因为当过护士 所以我现在对医务工作者很有耐心 前段时间我去医院书页 护士给我扎针 我看到他的手法感觉很亲切 对他说你是被调剂的吧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看你扎了三次都没扎进去 还是我来吧 结果我也没有扎进去 你看我也是被调剂的 虽然我现在不做护士 但是还是会保留着一些无菌操作的习惯 比如我会很认真的用七步洗手法去洗手 洗完手之后 再用胳膊肘关掉水龙头 来确表这个手是干净的 每次洗完我都会感慨 现在 像我这么干净的人 不多了 我之前参加了那个令人心动的offer 医学生纪 那一季的海报是我写的 网友都说 我的字太好看了 很清晰 一点都不像是学医的 这也是我上学成绩不太好的原因 试卷字太清晰 卷面分全扣光了 作为一个学医的 在这里我想说 如果国家有需要的话 我随时可以站出来 需要我扎针我就扎针 需要我唱歌我就唱歌 需要我跳舞琴戏我就跳舞琴戏 谢谢大家 我是唱跳型歌手 毛不易 好 谢谢毛不易歌手 故事 舞琴系的专家 看得出来很喜欢换专业 接下来要上场的 就是我们的崔松医生 崔医生从99年开始 就给大家科普心血管的 健康知识了 99年啊 第一代听他科普的人 应该已经 用不上这些知识了 编剧部的同事们 也不要嫉妒啊 以后我们也有用上的一天 掌声有请崔医生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科普医生 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出曙光医院的 心内科主任医师 崔松 我确实啊 99年开始 就在电视上 跟大家科普心血管知识了 不过现在啊 我转战互联网 赶自媒体了 很多人经常呢 就跟我说 快点更新 他们现在已经 不叫我崔松了 叫我崔更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 心血管病 应该是一个老年病 可是现在啊 发病年龄是年轻化 越来越年轻 我最年轻的患者 24岁就犯病 24岁 多么天真浪漫的年龄啊 还没什么心机 就心机梗死了 大家啊 越来越关注心血管健康啊 不仅是因为 它是咱们国家 死亡率第一的毛病 而且因为啊 在生活当中 心脏异常这个事啊 特别的常见 比如说 哎呀你看到美女 帅哥了 咯噔 我们心动那一下 你们叫做小鹿乱撞 啊 我们认为那是心脏早波 可有些人不一样 他见一个心动一次 见一个心动一次 那我们医学术语就叫他 心动过速 你们叫 渣男 但是偏偏渣男啊 很容易让人心动 我就听见我们课的小护士啊 说 哎呀 糟糕 那个心动过速的男人 让我心脏早波了 其实在医学健康的领域啊 男人和女人还真的不一样 男生呢 容易得心肌梗死 而女生呢 容易得脑梗 所以说啊 男人的良性啊 容易变坏 而女人更容易上头 所以啊 得预防起来 尤其是面对那些 心动过速的男人 有一种说法啊 说喝酒啊 对心脏好 确实有研究发现啊 适度的饮酒啊 可能可以降低心肌梗子的发病率 不过他喝酒喝得多啊 还是会造成很多的癌症 尤其是对肝脏不好 不过肝好不好 好像跟我心内科没啥关系啊 不过这是个玩笑啊 做科普还是得严肃 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李丹在最后剪辑的时候 只剩下那一句 喝酒对心脏好 其实相对喝酒而言啊 抽烟对心血管的危害更大 烟草啊可以直接损害我们血管内皮 让它变成一个毛糙的东西 有个小裂缝 这样的胆固醇就钻到内皮底下 沉积在血管壁上 变成斑块变成狭窄 最后心机更死 可是戒烟真的很难啊 有的患者前脚刚装了支架 后脚就来问我 医生啊 我还能不能继续抽烟 我说能啊 不过你以后抽烟啊 抽一根卷个十块钱放回去 抽一根卷个十块钱放回去 将你抽一包就有两百块钱 等你凑满了两万块 又可以找我装个支架了 病人听了以后说 那倒挺烧钱的 不过我负担得起啊 我说你再这么下去啊 下次就是你家人给你烧钱了 这几年啊 有的年轻人呢 非常的惜命啊 往我们心脏科啊 跑得特别频繁 因为当他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啊 他脑子里就会想到死亡 他很害怕呀 因为人死了 就没法抽烟了 可是有的年轻人就完全不怕 都被救护车啊 送到医院了 他还在说 我在网上查了 我这病没啥 吃点药就好了 我就在想 你那么性网络 你咋不叫救护车 直接送网吧 咱来个包修治疗 碰到这种情况啊 我就会把病啊 说的重一点 让他能够重视这个情况 心脏呢 才能长久的健康一点 从专业领域的术语上来说 我这种做法就叫做 语重心长 也总有人啊 后悔之前啊 这个生活方式不良啊 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年了 其实呢 根本不必担心 来得及 只要你做到啊 咱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 戒烟陷酒 心理平衡 那么你活120岁都没问题 120是什么概念啊 可以领60年的退休金啊 工作才40年 冲40反60 还是长寿划算 虽然呢 这么多年我说健康的生活方式 说的我都觉得挺无聊的 大家也听得烦了 但是呢 我还得继续科普 因为但凡只要有一个人听进去 并且做到了 那就又多了一个百岁老人 谢谢大家 我是宇宙新长的 崔松 谢谢崔医生 这个还挺神奇的哈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科普的 冲40 送给我 大家都挺高兴的 你们这么爱占便宜 我向崔医生保证啊 我们不可能那个剪辑掉的 我自己 虽然我经常喝酒 但喝酒真的不好 好吧 朋友们 能不要喝还是不要喝 我们下一位上场的人呢 就是来治愈大家的 就不整这些吓唬人的 什么悲惨的人生 大家都知道音乐是 可以治愈人的 但是呢 王缅上次的音乐 确实给大家带去一个很大的创伤 你听我们这个节目那个团歌了吗 憋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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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今天不要再造成二次创伤 让我们有请王敏 大家好 王敏 确实啊 团哥给大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创伤是吧 播出了一个月了 就南亭已经上了三次热搜了 我听到这听 怎么还没有我们 那于这个审视水平不太公平我发现 今天呢 健康专场 给大家治愈一下 是这样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情歌 之前写的歌不都很燥吗 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健康的主题 特别适合写情歌 所以特意写了一首 老师 灯光 请欣赏歌曲 白色生死恋 已经忘了 失灭了几天 今天又睡不着 所以想起她的脸 告诉自己 忍住不要跟她见面 但如果不见 痛苦又会多一天 所以我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白色生死恋 我们俩的关系很亲密 我们俩的关系很亲密 没有一点点秘密 还得过自闯 也不用尴尬 她总能缓和我尴尬的情绪 因为我也想当气氛大王 她有些时候也有点调皮 想突然考验我们的默契 会毫无防备在我面前 唱一段旋律 当她唱出美剧 啊啊啊啊 我总能解下去 第一次见面 她就叫我闭上眼 在我耳边说 你倒是正太意思呀 我好保留把真心对她展现 她掌握着我的 X光片 但是刚刚她让我有点心慌 因为她对我的态度 变了药 好像有一些话不好意思 亲口对我讲 那个 我一问 原来是要提前见我的家长 这个病确实得给家属聊一下 不要让我的爸妈紧张 所有问题我都能自己扛 这么年轻 我知道因为工作 熬夜身体呀健康 还好我之前买了保险 上微信服务 找腾讯 微博帮你选保险 可时分别总是在所难免 转眼就来到了 分开的瞬间 不知下一次 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 别走 他有点不舍 还有一点眷恋 真的别走 在我离开之前 他留下了 美好的 住院 这个病你得住院 你得住院 这就是我们的白色生死恋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的白色生死恋 我相信很多人 现在都已经生无可恋了 没事 我说点干净的 清理一下我自己 给大家也调理一下 好友好友梗 快乐不用等 感谢再一点就好鲜好鲜的 海天好友独家 灌名播出 无忧无力 无辱糖休的一下 就吸收 感谢 就要好吸收 营养不经就的 书画无辱糖牛奶 赞助播出 买保险上哪找 微信服务 找微宝 感谢 真的 懂保险的腾讯 微宝赞助播出 谢谢各位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 是心理学平台的创始人 钱庄 大家可能不知道 钱庄呢 以前自己本身也是一名 抑郁症患者 拥有多年 拥有多年抑郁症 诊疗的经验 后来自己创立了 这个心理健康的公众号啊 赚到钱以后呢 病情就明显的好转了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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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庄老师是非常专业的 看一次很贵 这次免费 大家好好看一下 掌声有请 钱庄 大家好 我叫钱庄 我是一家心理学媒体 和心理自主APP的创始人 确实啊 像刚才李淡说的那样 我能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呢 因为我曾经也有些自己的问题 当时我一周要看两次心理医生 一次350美元 很贵 但我呢 还是坚持去了几年 我知道 心理医生他肯定是希望我好 但我也怀疑 他不希望我好得太快 今天在场有很多喜剧演员啊 在我们心理学的研究中 喜剧演员 有心理问题的几率 比常人是要高很多的 碰巧呢 我还特别擅长 这个情感创伤的修复 现在在看你们这些脱口秀演员 我会制什么 你们就得什么 也太客气了 认识你们这些大客户之前呀 我钱装只配叫钱包 我知道 很多人对心理咨询有一些误解 觉得我要是和你聊天 是不是 我心里想什么 你都知道 其实呢 是你想多了 我做的是心理咨询 不是读心术 你想什么 我能知道吗 当然 我跟我老公说的是 我能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我们这个行业在中国呀 还是处于起步阶段 很多人对内心的了解 都还停留在 我是哪个星座的 虽然和心理学相比 星座确实不太科学 但这也是人们在自我探索 和向外表达自己 所以呢 我看到很多人相信星座 我是不反对的 况且呢 占星师也说了 我们双子座 今年运势就是好 有很多同学 有专注力不够的问题呀 大家不是都喜欢拖延吗 其实 这就是提升专注力的好办法 比方说 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先好好拖延 等快没时间了 你自然就会被迫 专注起来 拖延的越久 专注力越高 大家听了这个结论 是不是觉得 虽然问题没解决 但心里舒服多了 不客气 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很多人来心理咨询呢 都想出去时 是开开心心的啊 但心理健康 不等于心理快乐 愤怒悲伤 这些负面情绪 也是健康心理所必须的 比如说呢 你女朋友和你分手 你难过 这是正常的 你老板 骂你你委屈 这也是正常的 你投资失败 你痛苦 这还是正常的 放心好了 你很正常 你就是拥有一段 悲惨 但健康的人生 人感到悲伤 是很正常的 不要假装快乐 去逃避他 心里难过了呢 不妨一个人 静静地躺在床上 认真悲伤 想哭就哭 每个人都可以哭五分钟 但理淡嘛 想想你的人生 你得多哭一会儿 我一直在说 有负面情绪是正常的 最重要的是 要表达出自己的情绪 面对真实的自己 因为真实 就是康复的开始 谢谢大家 我是钱庄 谢谢 怎么这些人 都让我 我又没有邀请你们诊断我 干嘛 没事就诊断我 太坏了 我们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 贾乃亮 亮哥之所以会来这个健康专场 是因为曾经在影视剧里演过医生 离健康两个字最近的人 很多观众会问 贾乃亮演的那也叫医生 所以这次邀请他来呢 就是让贾大夫来看看 什么是真医生 我们掌声有请 贾大夫 贾乃亮 大家好 我是贾乃亮 其实能来这个专场 我特别的荣幸 因为医务工作者 太值得敬佩了 尤其这两年 疫情反反复复 是这些最美的逆行者 为我们保驾护航 守护我们的健康 每一次我去做核酸 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我真的非常感动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地捅一下 但是真的有被戳到 我之前演过一部抗议剧 叫在一起 这是我演过最特别的一部剧 因为里面所有的演员 都戴着口罩 帽子 护目镜 这场戏下来之后 谁也不知道谁演什么 有一场戏 我觉得我演得特别地好 你们知道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演一场好的戏 就特别地投入 特别希望得到 导演的认可和肯定 那场戏演完之后 我真的信心满满 我跑去问导演 导演 这场戏演的是不错 确实挺不错的 比嘉莱亮演的好多了 其实这个戏里呢 我演的是一个社区工作者 其实他们特别地忙 我真的在那体验了一天 累得我差点没让 大爷大妈给我服下楼 真的真的特别辛苦 就我演这个戏 没有刻意地去把他们这个 制造光环 没有没有 我只是还原他们的生活 我记得有一场戏啊 就因为没有防护面罩 所以呢 现场我准备了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塑料 这个矿泉水瓶 啪就套脑子上了 别了 这事发生呢 因为当时疫情 抗疫条件就是这么的艰辛 现场快四十度了 我里面穿着羽绒服 外面穿着防护服 演的时候 我差点没把自己憋死 就因为那个 我最后 我真的是没办法了 我想那什么 透口气 我说大哥 你旁边你给我 你给我把瓶盘拧一下 拧下 拧下大哥 大哥 你拧下拧下 大哥 真的特别认真 上来就 卡卡卡卡卡 拧得死死的 非常感 非常感动的对我说 亮哥 抗疫就应该有你 这么不松懈的精神 亮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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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真的 我还演过一个戏啊 叫产科男医生 我发现啊 现在这个职业 别说不好干了 演都不好演 太多医学的术语了 我真的整个人都崩溃了 有一场戏 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个病人症状是什么 脑后癫痫 什么什么 结果我忘词了 但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进入表演状态 我不能停啊 我就现场编 我这个病人 后脑垂体 毛囊抽筋 两百cc 福尔玛林 当时全场鸦雀无声 我讲完之后 我自己 我前脑枕夜 皮层毛囊都在冒汗 不易 我要不是说我编的 你是不是也信了 我记得我当时 对导演说的最多的 也是最像医生的 一句话就是 对不起 我尽力了 真的 拍完这个戏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 也算半个 产科男医生了 身边怀孕的朋友 包括我这个公司的 一些同事 就是怀孕了 我都能给出一些 建设性专业的意见 比如 妊娠反应 是什么样的呀 恶心呕吐了 怎么办呢 情绪不好 该怎么解决呢 可以这么说 我虽然当不了 产科医生 但是 金牌越扫得活 我还是可以胜任的 很多医疗剧 说实话 真的 不咋严谨 因为剧情里 堆析很多恋爱的桥段 那么动的动手术 就接吻了这个 甚至出现一些 天马行空的手段 作为曾经出演过的我 功不可没 错了 希望以后我们的医疗剧 能够更加专业 更加真实 我觉得一个好的医疗剧呢 就应当 在一个医生休息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咱们的戏了 马上关掉 不敢看 为什么呢 因为太像上班了 真的 说实话啊 我觉得医务工作者 真的不容易 如果说病痛 是我们生活里的阴霾 那医护工作者 就是照亮我们 希望千千万万的光 所以说 以后再有这种活动 我都会一无反顾地参加 因为有光 就有亮 谢谢你们 我是贾乃亮 谢谢贾乃亮 亮哥刚才说到了 疫情初期没有防护面罩 只能把塑料桶 戴在头上 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的成都呢 就很难从事社区工作 开头就得卡住 还好我们亮哥投降 还是得演一些 力所能及的角色 下一位上场的是 钟明 人工心肺 ECMO的专家 ECMO ECMO 咱也不知道 一会儿让他自己说吧 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在2020年疫情最危险 最未知的时期 义无反顾的 池圆武汉 并成功救治了 100多例 微重症病人 被称为最早疫情者 之前做节目 我还大言不惭地说 孝使生活的解药 吹牛的 生活的解药 是现代医学 让我们掌声有请 钟明 大家好 我是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的 医生 钟明 我是中国第一批 源自武汉的 四位医生之一 他们都叫我 最早逆行者 其实当时 出发时代太赶 也没有好好捣指捣指 其实如果能选 我还是想当最美逆行者 武汉封城 当天的早上 我接到国家卫健委的电话 说让我立刻过去 时间太紧迫了 都来不及收拾行李 那同事们 分头就帮超市 帮我买东西 整整一大箱 在高铁上 我打开一看 十几套秋衣秋裤 列车员都呆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这人还去武汉捣等秋裤 赚钱不要命 之所以派我去武汉 因为我是 ECMO的专家 甚至可以说 very famous的专家 ECMO ECMO 简单来说 就是人工新废机 我之前去给年轻人做讲座 他们介绍我说 我是EMO专家 专制EMO 那在去武汉的路上 我就想着 我要教会他们所有人 用ECMO 到那边一看 他们的设备是最新的 我也不会用 但我还是有充足的信心 我说 兄弟们别怕 给我拿个老的 当然这是开玩笑了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我实际说的是 给我拿个说明书 于是我在 忠目睽睽之下 就开始学习了起来 旁边的医生还嘀咕的 我中医生 不愧是最早逆行者 这还没学会了就来了 当然我的学习能力 还确实很强的 非常快就学会了 所以说 very quickly 因为原理都是相通的 很快 ECMO设备就投入了 实际的使用 为无数的患者 争取了时间 那有很多的影视作品 描述了 我们在武汉的那段经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第七集 和中国医生的 前三分之一来看 因为 那些都是根据 我的经历改变的 其实我对 初步说明根本不在乎 但是我还是建议 大家好好去看一看 求求了 那我到了武汉不久呢 就收集了一位 非常特殊的病人 他和我同岁 也是一名医生 状况很糟糕 我和一位护士 每天都在鼓励他 他却对我们说 我知道 我怕是不行了 我说 你不知道 我知道 护士说 对 你不知道 他知道 然后我们的故事 就把他绕晕了 其实当时 我也不知道 但在那个时候 就是那样 大家只能无条件地 互相信任 不分彼此 那我是一名重症科医生 那收集的 都是进ICU的病人 那大多数 他们都在昏迷状态 但他们醒了 已经在普通病房了 那几乎就没有 病人见过我 就说 传说中 有一位神秘的中医生 医术如神 救死扶伤 后来我就看见一个病人 跟另一个病人在那吹 你知道吗 我的命 是钟南山救的 看来还是中院史 更famous 我真的 不舍得这些病人和战友 因为那些天 我们都是一起 和死神晒跑 出生入死 虽然我们天天相处 却隔着厚厚的防护服 连真面目 都没有见过 告别的那一天 大家都非常地伤感 彼此拥抱 深情地问 你哪位啊 最后我想说 你们看我讲得很轻松 其实我回来以后 接受了四次的心理咨询 在前线的那75天 是我人生 最艰难的日子 支撑着我的 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勇敢 病患的坚强 志愿者的无私 武汉没有哪一个人 是英雄 武汉的每一个人 都是英雄 谢谢大家 我是钟铭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种尝试 首先 我觉得 我一直希望 更多的人去了解 我们在武汉的这些故事 因为这些人 这些我们在武汉遇到的人 这些事情 是值得 对更多的人所了解 但是过去 我都是 让大家流着泪 去记住这些故事的 但是这是第一次 可以让大家用笑声 来记住这些故事 所以 这也是想尝试的原因吧 谢谢 Doc.Ju 脱口秀讲的 也是very very good 感谢 您不顾危险 在疫情前线 守护重症患者的健康 致敬 也感谢 所有的医护工作者 我们的健康专场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这句话 我是替医生们说的 咱们少生病 他们就少上班 让他们多点时间 到剧场去 看我们上班 那我们请本场 所有嘉宾回到舞台中央 有请 海天好勇 好鲜好美味 我们下期专场再相会 感谢各位 感谢所有嘉宾 别忘了微信 搜一搜效果 来现场看更多脱口秀 下期开车 下期开车 你加一下奔长专场的感受 被整个剧场的范围所打动 从头到尾都笑得都很开心 还是那么炸 影响最深刻的是 周明大哥那个挺好玩的 他讲的都很真实 然后很源自于生活 你怎么评价白色成此片那个景 他俩看起来不在一个画风里 就是感觉一个是漫画派 一个是写实派的两个人 咱们跟知善老师合作呢 也是受惹惹惊 我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在向您学习 但是感觉学得远远不够 那我们后面还有机会看到 两位老师的没机会 没机会 不可能了 就这一次了 就这一次了 不可能了 为什么这次决定挑战音乐脱口秀 就是喜欢挑战 这也是对音乐的一种挑战 那在彩排时会遇到困难吗 太困难了 毛缅的琴根本跟不上我的调 但是我也很努力 嘴一直也没闲着 是在练习唱歌吗 是在搅我们的一打有份口袋装 随时随地来两天 唱首情歌小场面 这就是我们的白色生死恋 我是不是可以solo出道了 让大家能够从各个角度 既能感受到脱火秀的幽默 这种快乐 也能够了解到医护工作上的一些他们不知道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们中国的养生方面就有一句话叫 过犹不及 中庸之道 给自己留有余地 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往极致方向盖 希望大家多多地动起来 这一期健康专场 但是那个心理医生说我们好像是我们喜剧演员咋的 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也考考你 这一种奇意外 这些团kor 谢谢 你现在任意画一个树 一个房子 一个人 但是不能画火柴人 备好了 共同 我还是选烟囱 可以啊 这个烟囱很重要 是吗 对可以 现在你就画到命脉上了 谁愿意帮李总分析一下 他是这个房子 房子 房子我们一口同声的说吧 说房子 你的房子有一个烟囱 所以说说明你这个人 想要一个家 不是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善于沟通 对 是能够疏导的 你不是把自己憋起来 他的情绪是有出口的 他这个门 他的问题是他没有门 我就左燕窦 左燕窦 哈哈哈哈 Merry Christmas 哈哈哈哈 李大老人吧 哈哈哈哈 我这个树这个整个的高度 我是看你看是三十多岁 然后在这一块 然后突然出了一个这个岔子 记不记得 你人生有一个大坎 但是这个应该是你看 根据这个年龄来看的 应该是在你 你25岁左右可能 哈哈 有一些心理创伤 在你的这个脑海里 他应该是31岁的时候 有一个大坎 三十一岁的时候 三十一岁的时候 去年 具体的日期 你把也把坎拿出来吧 我那天我存了 这个人他不孝顺 对 没有根 是原生家庭 就是原生家庭 对 就是原生家庭 对你应该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国仔画了好多树根 老师就说他的父母特别宠他 因为他无意是画了好多根底下的东西 我可以在树下画一个我爸 来人吧来人吧 你看他没有画耳朵 我都说没什么 说明他不懂得 请听 我们又学会了 而眼神的方向是看向右边 左边 右边代表未来 左边代表过去 对 右边代表未来 左边代表过去 你们四个是我的过去 我过去挺韩呀 我这过去 好韩呀 我这 好 这两个人很转 反正人不错吧 对 是个转人 来吧 我们看一下本场健康专场的观众满意度吧 好 很重要 本场观众满意度 89.28 还行 满意度在90以下呢 我们之前是定过一个规则的 两位主任只能留任一位了 我们现在就得确认一下 诚哥和杨丽谁留任 你们有没有自告奋勇的 诚哥你留吧 来来来来 我继续留吧 好你留 那你以后就是刘哥 啥玩意儿 欢迎刘璐 好 那我们就诚哥留任 好 我们这个是第八个专场顺利办完了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只剩第九场来争取了一个分了 最高的那个人才能获得办专场的资格 现在大家要努力了 第九场也就是最后的机会 我们做影视行业专场 影视 影视 拍东西 拍配你 你们会分成两个组去拍短片 然后我们那个短片最后会公映 哦 得分高的那一组有十五分的额外加分 哦 对 有想当导演的明天带着剧本来找我就好了 好 好嘞 我们来 我们先选导演 嗯 然后再分组 好嘞 剧本 好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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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辛苦 健康场变成之后 大家给了我一些建议 为了好好吸收一下大家的建议 我准备了舒嬅奶 大量喝也好吸收 来多少建议我都不怕 影哥 这些都是你的 你们不是把投诉 徐志胜的信给我拿来的吧 今天是影视专场吗 国仔和萌恩城里两个剧组啊 拍摄两到五分钟的影片片 哦 这个这么专业呀 咱们把家务事给展开呗 展开 埋下了是吧 卡卡卡卡 卡 排戏可真难啊 都是力气活着 五场三经四四 这一个人怎么能干得过来呢 我姐 累死了 您看着现在整条图一样 啊 哇 这位是不是戏没拍着啊 啊 哎呀 老板如果我站在这上 你是老板 哦对对 我是老板 我是老板 好 啊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天津搜搜宇宙最强编剧部 全球首映视 掌声欢迎父名导演 编辑制作人 王晶 魅力影视女演员 齐希 著名影评人 谭飞先生 天津搜搜宇宙最强编剧部 颁奖给礼正式开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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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下班了 编辑部 又来咯 那我们今天先聊一聊对整场的整体感受吧 下场秀 哇 杰伦 哈哈哈哈 但你说话好像还是不是那么像 我一个单都是 哈哈哈哈哈哈 请各位轮流模仿一两句吧 哎呦 司机叫我 你被开除 你真的那么像 能不能不能 哈哈哈哈 智盛和阿勉的表演 他们跟我说 我说你俩出了还有点害羞啊 你俩动身感情啊 你俩 管子你别生气 没有没有 但只剩唱歌还是好笑的 为什么 我们能聚到这么多唱歌这么不好听 哈哈 我遇到大家之前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比我唱歌还难听的 哈哈哈哈 平时大家有没有健身啊 我健身过 然后就是请了上门教练 结果就没坚持集结课 就不去 就不让人来了 假装不代价 不断面啊 不断面啊 你有本事请我来 你有本事锻炼啊 哈哈哈哈 好有好有梗 快乐不用等 感谢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 海天好有独家冠名播出 无忧无虑无乳糖 休的一下就吸收 感谢就要好吸收 营养不将就的 书画无乳糖牛奶 赞助播出 买保险上哪找 微信服务找微宝 感谢真的懂保险的 腾讯内宝 赞助播出 新疆番茄是个宝 来碗茄黄错不了 感谢一颗新疆番茄 在里面的茄黄赞助播出 短轴黑马灵活走微 苦跑姿态全场四倍 感谢飘逸登场的 玩我S60 极夜黑限量版 赞助播出 打工扛压不容易 两立一答 拯救你 感谢油范儿 佼佼者 一答 无糖口香糖 行业赞助播出 豆多饼萃 双重美味 感谢打开快乐 小宇宙的 趣多多巧克力味 香脆取集 赞助播出 出手机高手 爆梗随时有 感谢轻薄战斗力 惠普星14pro 高性能轻薄本赞助播出 我们今天有个隐藏的任务 就是要让国在健康 你要提醒建国多做运动 保证一天达到30分钟的运动量 我有伙伴吗 你护栏 不能暴露 隐藏任务 懂啦 你放点蹦迪的曲子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厉害了 支持一下杰伦盛 哎呀 我们的艺人不要当看我们的艺人 看啥还不行 没有想到 喜欢老鱼头发真的剪辱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见过世面 没见过世面 没见过世面 没见过假 上微博进入怎么办脱口秀专场话题页 分享你的生活故事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东义 即日起打开微信视频号 搜索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上知乎搜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和知乎打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 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宗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 上准了APP 看运势解析 新作女神莫小琪 带你玩转新作 感谢独家社交媒平台 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内容记录创作平台 微信视频号 感谢央视网 中国新闻网 中新闻语 有到此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每周四八点 来下班了编剧部 看脱口秀演员下班后的花式营业 每周二十一点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清雨墙编剧部的故事 编剧部日常 行业 不听错意的内幕 专场最爆梗 精彩短视频栏目定期投位 点开播放框下的讨论区 跟其他小伙伴一起聊起来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打开腾讯视频圈社区 加入兴趣圈 找到你的好朋友吧